据环球网本月6日,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时报道,俄罗斯国防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,在本月4日夜晚,俄罗斯住宿空军基地,遭到了叛军的袭击,此次来袭的是两架打击无人机,基地内的防空系统火的开火,将其击落。 据该发言人发表时,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,俄住宿赫梅尼姆空军基地,总计受到了都打47架敌方无人机的轮帆攻击,不过几乎没有一架能够靠近基地范围,却在远处就被俄军先进的防空系统揭落。 此次两架无人机的入侵,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因为目前正值叛利亚政府军联军进攻伊德利普的关键时刻,为了确保这关键的一战能够获取胜利,政府军人均已经准备了多时,美国为了阻止巴沙尔取胜,也将种兵部署到了叛利亚周边,并且再次拿出话误借口,扬言要对叛利亚进行军事打击。 各方势力蓄势呆发,但是都不敢轻举妄动,因为俄罗斯在地中海东部,也部署了大批的重型装备,用来应对随时可能,进入战争的美军。 就是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,反叛军作为最弱势的一方,竟然率先进行挑衅,典型的作死行为,果不其然,击落叛军无人机之后,俄罗斯随即变派出了四架战机, 对叛军所在地,进行了精确打击。 据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表示,此次对叛军的袭击战国本来,总共摧毁了叛军三个军火库,其中一个就是用来生产,以及储存无人机的基地。 敢把言人强调着,此次空袭是一次精确打击,事先,已经对攻击目标进行了核实。 这番言论有两层意思,一个就是表明俄罗斯,并不是随意空炸的,事前就确定,那些击目标,未军用目标,不会对平民造成影响。 另一层意思则是,叛军那么喜欢用无人机骚扰俄罗斯,那么俄罗斯就把叛军无人机的老俄给端掉以绝后话。 俄罗斯的空袭并没有让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,可见俄罗斯就是为了报复叛军的挑衅行为,并不是为了发起总攻。 轰炸过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也明确的表示此意图,表示叛军就是从俄罗斯轰炸的目标那里,发起的无人机袭击。 俄罗斯今后仍会这么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